縣長黎明珍在中興新村中興會堂主持 2020南投國際茶葉博覽會開幕於是 並打開封存多年的洞頂烏龍茶 交由茶師充泡分享給與會貴賓 拉開茶博會的序幕 李競長主持時特別感謝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看見縣府的努力和長榮的需要 在縣府反應之後將補輸款提高到700餘萬 讓今年茶博會能夠順利推動 也感謝立委以及行政員中辦大力協助 明信德表示 茶博會今天在各界熱烈起伴中隆重開幕 一早就湧入上萬民眾前來參觀採購 茶餐也跟著開紅牌 個個都興高采烈的家族馬力 招呼民眾品茶買茶 強訓這樣的熱烈情況 有機會吸引超過70萬人次參觀人潮 業績預估將上衝1億5千多萬 我們第11屆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今天正式隆重開幕 一開幕就已經湧進了將近上萬人 要來品這個好茶 我相信這10天 這個世界茶葉博覽會 我們可以一起的一定會突破70萬人 我們今年所有的展場的設施 都比去年更進步更好 今年同時還增加了巧克力咖啡 兩個這個南投縣的農透產 那麼在整個會場的佈置 相信你們看了以後一定會探尾觀止 一個活動辦了這麼大 而且人潮這麼多 我相信經典的世界茶葉博覽會 可以給我們所有的南投縣的農透產 咖啡巧克力等等 還有我們的小吃 都一定會帶來賣得非常好的糕點 所以我們希望今年的世界茶葉博覽會 能夠給我們南投縣所有的農民 所有的縣民帶來一筆無限的收入 希望我們這樣的一個活動 能夠帶動我們的南投縣的經濟繁榮 讓我們農產品能夠非常順利的銷售出去 明天就是有千人茶會 千人茶會歡迎大家能夠來品嘗 後天有千人雷茶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活動 希望大家來享受大自然的一個野餐 大自然的飲茶還有柔茶 都讓你回味無窮 希望還沒來參加的話 盡快的來參加 我們南投縣民非常的歡迎各位來歷領 我們這個三倍券還沒花完的 竟是拿來這邊來花 最後一天10月18號 你來花3000塊以上就有摩采件 那麼祝你們能夠重大一步交車 胡淑張表示 今年是有機元年 希望藉由茶不惠的行銷 創造新高潮 帶動茶藝行銷 希望大家一起來找茶 順道走入農村 尋訪農村面鏡 探索亮點茶莊 全世界最有主茶就到台灣 所以我們很希望剛好前後 大概10天左右 我們的國人能夠利用架子也好 或者是平常住 能夠到我們南投市 在中興興村 這個中興廣場這邊 好好來欣賞 好好來體驗 同時來支持來協助 幫助我們的茶樓 所以一定要民進的力量進來 那民進的力量也包括 我們的農民團體 農業也好 合作市場也好 還有這些農民本身的努力 所以大家一起來 結合這樣的力量 來創造更好的一個境界 那我們也希望 今年的南投世界茶樓 能夠圓滿順利成功 馬力威表示 茶是重要產業 今年受到疫情的衝擊 嚴重自銷 影響到茶農經濟 希望農委會 未來加大輔導 以及補足力度 協助茶農行銷 改善農村經濟 大家對這個 我都非常期待 尤其我們的主辦單位 生館單位 還有我們的相關 和我們合法的單位 大家都非常用心 我們期待有很多很多 我們農民的心血 我們更加希望 透過很多活動的舉辦 透過我們很多有意義的 很多的預算支出 讓我們的農業走出 它最好的一個方向 我們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出口 但是我們未來 要如何讓我們 看它好平靜 地面好 水果也好 食材也好 要如何 除了我們本館的人吃 讓我們全國的人吃 還可以讓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這樣想到 這個才是我們最主要 最主要辦這個活動的意義 我們期待今年可能有增加了 預算 包括我們的蔡執行長 包括我們的主委 都有在活動的預算上面 可以來協助 我們期待 像這款產業我們處理 看到每一條邊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茶飲料 希望相關的農業單位 可以看到 我們每一個農民的訴求 我們每一個地方的訴求 然後讓我們的活動 辦得非常圓滿順利 堂堂邁入地是一個年頭的2020 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在中興新村隆重蹲場 舉動為期十天的展期 五大特色主活動 十八大主題展館 以及六大茶展壽 文化展演區熱情迎賓 縣長靈明爭 立委馬文君 以及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署長 胡仲義熱情邀請民眾 糾團來南投世界茶部會 買好茶、嘗美食 體驗台灣茶的好滋味 記者猜測其中興新村採訪報導